你进门了你想不让我当家那我还不干 我就没说我19岁结婚找找那叫啥都是我说了算 所谓的当家是说就是家里边的这个收入钱呀都由你来支配呀 还是就是家里的这些大事小情由你来做决定啊 那就看要是大事小情要看两个人可是那两个人共同商量 但是说钱我必须我得把 家里全部的钱都你把 那可不 老了没钱该怎么办找个老头就好办 大爷大妈来乡亲开口闭口要夺权 以为自己是陈年老九呢咋就这么值钱呢 今天来乡亲的杨大爷今年70岁月入五千 一儿一女农村有房 这都谁在家呀 谁在家就我自己在家 孩子们一上学了就自己 儿子打工都在家的时候也就是解家日都回来 儿子孙子 大爷的话得放暑假寒假还能回来 小崽是周六周日回来 想不想啊孙女跑这么远 哎呀能不想吗 孙女的话周周打电话 杨大爷的儿子离婚后 孙子孙女就全权被杨大爷接管了过来 儿子是啥时候 魅力孙女孩 这个当时他要这个 媳妇要这个姑娘 我没给 我说你你没有固定的地方 没有这个楼 没有这个底垫 孩子你咋尽管 没给他 所以说你一盘导致你孩子 大孙女也真出不去 考了去年是520分走的 走的这个一文 就这样的好大爷 童娘不给出把力 都有点说不过去 大爷不仅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缩缩的 家里也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虽然大把年纪 为了给儿子减轻负担 自己靠着重力工 孙子孙女上学 生活上对孩子更是细心周到 这样的好爷爷麻烦老天爷给我来一打 俗话说 家庭和睦 根源再老 在阳大的带领下 一家人其乐融融 虽然自己整天也是乐乐呵呵 但是大爷还是希望 再找个能陪自己说话唠客的老伴 能不能干活无所谓 能陪自己安享晚年就够了 需要再干点啥 就得我说了 你在家里头就 踩踩背后 洗洗的 手是手是骨子 饭的话呢 你愿意揍呢 我不能说我要你揍去 冬天晚上早晨到我做饭 你这个晚上做 不可以吗 因为吃啥的话 做啥咱们都会做 体格好 也得温柔 宽宏大量 相貌也得 也不能说这照我太刺了 果然 不管到了什么年纪 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最起码也得郎才女貌 走在大街上咱也有面子不是吗 于是红娘就找来了刘大妈 咱也不知道这小红娘怎么给配对的 上次从养老院给找了个瘸子 还有糖尿病的 开口就要每月五千块的生活费 要五千块钱 你要是不如情况不允许 情况下咱再商量 要想结合在一起 我都有余地 你是指这个一个月的五千呢 还是这个怎么个意思 那你得再说明朗一点 一个月你得给我多钱 就是说我要了五千了 你看你能给我多钱 人家要找个貌美如花的 你又给大家找个快要秃顶的 到底是眼神不好使呢 还是听觉有问题啊 刘大妈 今年69岁 有房年入五千元 你俩里边收拾的寝帝 这个一个月 你们收拾也没找呗 房子买的有一阵了是不是 那房子买的 今天都 他们创作有十年了 有十年了 那时候花多少钱买的 那钱买的就是 他们小区里的贵钱 那便宜 在下边四号楼 他那个花也二十多万 那当时也是你给拿的吗 他那个我给拿到 一行这老了 他的次 咱们这说实在 儿媳妇 现在这年轻人 怎么过得去 懂了 就是互不相牵的意思呗 但是现在大妈年纪大了 一个人在家 就怕出点啥事 没人身把守 于是就想给家装个摄像头 没想到儿子的态度 跟他一样冷 我没心事走 我现在岁大了 哎呀实在太无聊了 你说一婚人 有个有个毛病了 有个啥呢 你说互相闷个照 那天我说的 我说我拿个摄像头 待你们在家看着我 我万一真要有时候毛病 要是死亡了 你们是不是能在家看我 我说儿子说的 别浪费那钱了 那不要我拿 不要拿我也没办法 行行 哎呀看有那合适吧 我现在 哎呀 我这外孙女竞价一样 我找老啊 你别听他们的 你这个找 你这个相辅就行 既然儿女不管 那就找个老头管不就完了吗 总之车到山前必有路 办法总比困难多 没有退休金的刘大妈 一直靠打工维持生活 如今年纪大了 干不动了 也就没了经济来源 如果再不找个出入 家里踏实锅都要挤不开了 哎呀就这几年不干了 生日大了 我腿疼了 那我腿还贴得高 有你们不干活了 生活来源也没有 我就行 租这个楼房 物业费 卫生费 你说这些个费用 钱你就够拿了 那收入都靠啥呀 我去年呢 我去年我啥时候 我没看到 到秋天说 上山踩点蘑菇 卖点蘑菇 卖几百块钱 有时候我就晚上一小小会哭 爸妈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还跟自己住一个小区 二闺女离自己也不远 但是这关系出的还不如邻居 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大地不在家 二年没回来了 这小小小 这二姑娘 等着上班 这儿子的家还要供我孙子 孙子得绩效呢 来年我大姑娘要回来 我就给她开会了 你们三个 一个月给我二百块钱 一次性全都给我拿过来 我自己能花 我得捡点破烂 那么小的 我也乐不死就行呗 虽然大妈经济拮据 长得也不咋样 儿女关系还紧张 但是对于在找老伴 大妈的条件 那是相当有档次 半夜我还真瞧不起 眼镜高 这个样子我还瞧不起 你埋他也不行 一个是你对我好 说说 再一个人说 你必须缺我钱花 我也不是说一般的人 你就是 我还进门了 你想不让我当家 那我还不干 钱我必须 我得把 家里全部的钱都你把 这是打着找老伴的名头 脱贫之父来的 进门就要掏老头家家底 真是孙悟空照镜子得意忘了行啊 自己啥模样拿镜子瞅瞅行吗 我都为今天相亲的杨大爷捏把汗 说完自己的得偶条件 大妈又走起了卖惨路线 真的 我这一生我真苦啊 说那结婚就没得着好 这刚刚过 刚刚要好他又没了 你知道我 我祖国最苦啊 没定说 没定受缘的 跟谁说 你看 所以说想找一个好家大老伴 开始好的生活 先找一个可靠的 就管我后半生就得了 对我好一点就完事了 我这两话 在后半生我也难活 过一个后半生想点福 对我好一点就行了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就带着大妈来 洋大爷家认门了 见面后 说实话 大爷的态度让我放心了不少 这话是说 到我们家里 阿姨 到我那里 差点去 从外貌吧 这爷还挺好 一个是演员挺好 一个做到事的时候 我这一家我就挺赞成 两人坐下后 大爷就主动交代起自己的经济情况 大妈听得也很是仔细 家里头 一个儿子 一个孙女 一个孙子 老伴去世了 儿子跟媳妇 搁不来 媳妇走了 家里的基本情况 三上 二母地 年收入的话 整个浪的话 你反正八九万块钱 我不能干了一年 也能收入个半八 别看大妈条件一般 大爷特会摆谱 你家这么多地 可别指着我干活 毕竟我是住楼房的老太太 交贵着呢 农村这个环境 别看我是农村处理 我现在 农村这些活 我也干够了 就说实在 不要害怕 不要彷徨 大爷看不看得上 你还不一定呢 自己穷得连取卵费都交不起 可这装交贵有意思吗 咱有那个资本吗 有小姐命吗 外边还活根本 就是做饭 我都吃着喝着怎么都会 就圆子我都不带走你 是东西 要是能凑合到一起 就给我料理料理 这个屋里 洗洗算 饭的话 十年八年我还没问题 十年过节 还能不能回来 我一做菜 都是一桌 都得吃了个菜 我那孙女 孙女可乐 什么意思 咱俩相亲说孩子干嘛 闲摆什么呀 就你家齐个融融 割应水呀 我不羡慕 我想要闹 我就真的不羡慕 我这个就是 欢欢乐乐 齐乐融融 没有犯愁的事 一到这个八个年 他就反正 姑娘姑娘儿子 回来大伙舞着 你不得擦他吗 所以说我对这个生活 非常乐观 没有这个忧愁 没有烦恼 阿姨你听完叔叔说的 你不羡慕这种和这个岁数 能享受这种千万之乐的生活 我享受不了 俗话说眼儿才能放老 能动的时候不跟子女联网 更不给孩子搭把手 等老了砸整了 靠盗的绑架 强制执行啊 我也有问题 因为我不跟他们沟通 从他爸爸去世之后 我就这个就除外打工 打工地 给工地做饭 我要逮换化工学院 我就除了这么多年 我始终不跟他们联系 不联系 你到时候再找人家 哎呀 他不管我行吗 不管他还有法律呢 我这性格 我跟谁也不跟上 我这我二姑娘 那一弄人家呢 我都不知道 他门单怎么开呢 上次开始搬了楼 我都不知道 他那门单怎么开呢 我都不去 除了不喜欢满仓儿女 这种操心的大家庭 大妈还有一个够热 就是自己想当一把手 但是老头 孙子孙女的开支 都要从自己手里出 那肯定是不行的 就问你 是不是就是想把老头的钱 都划拉到自己腰包里 给自己养老啊 这家还不好当 我认为好当 有钱好当 没钱难得 那按照他这个说法 那他当了家 你孩子今天要钱 明天要钱 孩子说出数了我就拿 这就没跟他爸要个钱 钱也给拿 你当家的话 会出现叔叔说的这个情况 那是肯定的 那总要钱的 就是根本不行 怎么有 那又真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不愿意给的 不愿意给 这老太太行啊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 都我 俗话说母思子孝 就这老太太的厉害劲 大爷要是取了 这样的怪胎 这欢乐的大家庭 不就彻底的搅和没了吗 本想圈圈大马回头是啊 没想到背对的 差点背过几圈 现在哪家 你拿出个三万五万的 那费息是没有那么穷的 但是相机也能有 你要我拿出三万五万 我还拿不出来 刘大妈的火爆脾气 杨大也算是吓怕了 红娘咱靠谱点行吗 语言当中 他这个特别对这个儿女朋友 那还能不要钱吗 就是要名要 上学的话 时间长了的话 反感了 皮肚成人大了 那儿女都靠不了 跟别人呢 麻烦红娘下次再给大妈 找老伴时 往独居老人 无儿无女的条件去找 大老远的 这一趟不备有吗 不是自个亲孙了 进入生生要淘气要是怎么干啥呢 骂两句干啥这都行 这个咱也不能 也骂也不能是啥的 爷爷都吃我孩子吃我这样的事的 就像我给人整走了 我还罪过还挺大的 所以爷爷他家里都 还没有照顾孩子 那是不可能的 咱也互相一直理解 我找个 我就说老伴了 我这种一些 就是对我其次的 特别是我的孩子 你看我看是没有 这必须必要 最后 两人的相亲终于以失败告终 真是皆大欢喜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 就跟他这镜头啊 你给我转转一声啊 我就是不是我心里面高老兴的 就是这个半生死了的话 做鬼都放流了 做鬼都放流了 所以说 画面中的这个大哥 话说的好动情 那到底是大姐的哪一点 能让大哥如此着迷呢 接下来我简单给大伙说说 这位大哥名叫王化东 家住农安县 农安县 今年65岁 和老伴已经离婚20多年了 这些年一时一个人过 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 王大哥家里有四个蔬菜大棚 平时种菜 然后往市里批发 这就是小的这个 这个是30多米长 你看这俩厂子 这俩60多米长 今年王大哥把四个大棚都种上韭菜 那你这就是春天一茬 这光韭菜能卖多少菜 啥的也得买一碗碗的吧 他这一年这里头最低限干八茶 八茶不得八九二啊 算了 算了 算了算吧 光韭菜一年 光韭菜一年就能挣八九万 除此之外 王大哥家还开了的卖店 开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了 在这 有些四个市场里 就我自己已经一个卖店 那是挺好 挺好 一中午 在四 在四五个人忙 要忙不过来 现在种菜忙了 没有精力管理了 但一年也能收入一万元 那条件这么好的大哥 想找个啥样的另一半呢 就是性格好一点了 六十五岁 一里 要是稍微 而且多 比我大一岁两岁 也可以 根据王大哥的要求 红娘想起了同样家住农安县的尹大姐 尹鸡香 六十岁 月收入两千元 没有住房 与儿子同住 尹大姐也是个苦命的人 四十岁时老伴就去世了 他自己一个人把两个儿子拉着大 当年为了供儿子读书 为了供儿子读书 他吃了不少的苦 哎呦 我个人总三十多地 晚上八包米 我都撑起我都不睡觉 拜到家 坐家吧 就一宿八到天亮 吃完饭早上起来 吃完饭还得上地去捆捆捆 啥活都干 我妈这位置最糟就拜书 这位置最糟就拜书了 即使这样 钱还是不够花 但是房子为啥要卖了 那时候孩子念书的 要结婚的 这俩儿子 干啥没有钱呢 用别的房子卖了 房子卖了 家也没了 于是尹大姐就去儿子读书的城市 开始了打工的生涯 为了能多赚些钱供儿子读书 尹大姐也是拼尽了权力 吃尽了苦头 那时候饭店 说是收拾鱼 挣钱多 后来我就收拾鱼 人家收拾鱼 人家都没有女的干 那干哪活的 饭店人都是男的杀鱼杀 这一年挂鱼板那垃圾车 少说杀这个鱼杀 啥都舍不得买呀 都舍不得买呀 连件衣人都舍不得买 现在过了年回家 回妈家溜溜的 你说一百块钱 我说头上换到脚底 如今儿子都毕业成家了 条件也都好了 房车也都有了 大姐终于可以为自己考虑考虑 找个可以依靠的办了 最后晚年我去找伴 就啥也不干了 就情能相互了 年代也就是六十 出去两个 我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隔一数 算一辈子了 就是 就找一个必须得 她得对我好的 红娘马上安排两人见了面 回农村感觉咋呀 农村呢农村也行挺好的 可没得和王大哥见面 尹大姐就对大哥的 小车和棚子发表了意见 就开这么个小车啊 那她不买面包开 这车多冷啊 这啥呀 没档次 这棚子也不知道 等二人一见面 王大哥一眼就相助了尹大姐 王 尹大姐 王大哥立马语无伦次 竟满嘴的拜年科 当红娘让她介绍一下家里的情况 竟一下给大哥整不胃了 哪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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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不会说 紧张不会说了 反正嘛 也不属于卖店了 要说卖店就当说大了 反正卖点烟酒汤茶的 卖点水使的东西 看来大哥是真相中大姐了 紧张得大脑一片空白 但大姐对大哥的印象却不咋的 但既然大老远来了 就继续了解一下吧 来到王大哥的大棚 看着不太开心的尹大姐 王大哥继续表现 好像养活一瘾问题不大了 那你愿意吃啥呀 吃啥呀 你愿意吃啥吧 我给你送点 是不是 跟你说老伴 你不得考虑这事吗 又不能花钱呢 你看不能二活 花钱行 花钱是正常的 年轻没老子窜呢 老子要窜点 那这 那这一脚灯 灯一个出流就好 尹大姐终于露出了微笑 她说的话还挺实在的 但尹大姐还是对王大哥家的环境 感觉环境 感觉不满意 这屋是不行 这也不是在这个楼里待的 那天一瞅那么起早的 等干嘛 还是 啥要装是啥要修是 我说你了 给你请了 我说你咋办呗 你咋办呗 可以吗 正在王大哥满怀希望规划着将来史 尹大姐却突然做出一个意外的举动 这不没啥事呢 你咋办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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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咋办呗 这几点了 两点多到三点了 原来尹大姐还是觉得王大哥的演员差点 你咋办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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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丑的感觉好像是 感觉好像是很像不精神的事 穿的不精神 穿的不行啊 穿的你真的啥呀你 王大哥从红娘的口中得到援吾后 回到屋里后 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 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举动 给这一张穿 行不行 下次见面就这样的丁着就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精彩的对白 把穿他还不行 把穿他还不行啊 我谢谢你的关系 你真的 我听你说这句这一句话 我这心跟你家 你比我这么一大钱都钱 看着自己喜欢的尹大姐 王大哥说出了 邓实在更软心的话 我这弄我真心的了 我这说力一般的这么难 你大海老真还要 老乡能 不得是带到说 说尹啊 这一生啊 是三生三世啊 才有这个 人缘才能走到一起 跑到一起 朋友 你说王大哥的这番话 能打动尹大姐的心吧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老年 相亲节目 就给我点个赞再走 如果能够长按三秒点赞 那就更连利了 咱们下期再见 像你穿的衣装 也都是普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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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出两天不是要钱 就是要东西 买衣服买鞋 买衣服买鞋 你给人买一家 还没啥地呢 能不能出厂 我给他买 他不就要谈他 来过日子得先给他一笔钱 得多钱呢 我问他了 他说那你照样给吧 我说他做 办不了 出几天就拉倒 提前行 但是得说 时期成熟 互相了解了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这个了解的时间 多样时间算成熟 那就看他了 他相信我 我相信他 那就行吧 这是发烧烧到多少度 满脑袋全合计的空手 套白了 见面就提前 见面就提前确实有些见谱 相处几天送了小礼物 那不是很正常吗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那种大方人啊 扣不扣 我呀 没有说我扣的 我花钱大方人 阿姨 别看大爷对别人是属铁公鸡的 一毛不拔 对自己那是相当慷慨 那你这一个月花自己身上钱不少啊 还挺愿意穿 挺愿意买 我钱给自己买的 我钱给自己买的 我钱给雕的 叔叔 这帽子多钱买的 买的 定做的 就花多少钱买的 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 这个 一半三千多 雕用不是雕 加个帽子呀 了解完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来了今年五十六岁 退休金每月一千八百元的张大妈 我可不差 啊 你干啥呀 就这叔叔啊 想不动 不行 这叔叔条件挺好的 挺好 不行 我这差不多有演员感觉 看来今天这乡亲是鼻孔可凉水 够呛呀 接受一下自己 都没敢看 阿姨大楼远来的 没看 第一眼 他给你的感觉是啥 第一眼就不行 你干嘛就不行 别管有钱没钱 有个精神 精神头 精神劲 精神 精神他没有 大妈决定勉强走过货场 跟大爷唠两句 没想到 大爷这边又开始整花活了 这几个他个儿还太爱了 那你也长得多高的呀 起码给我差不多 真是大葱地里种青蒜 你算哪分葱啊 这是家里缺净的吗 自己长得有多了草 心里没数吗 我想草的另一块就是 小家过热吧 爸呀建议您这嘴能闭着就不要开着 一不小心露出那一口缺一少二的呀 挺尴尬的哈 彩礼给他过个缴 几万块钱呀 可能是那种的 他就有点建议这个 那两个人在一起呢 还计较钱呢 还计较钱呢 飞行啊那就没有意思了 买个衣服了 再买个鞋 那很正好 我自己没事我溜着 我没事我溜着 我看着我相当的我就买 那都很正好 就是啥呢 就刚一见面出几天呢 不是要这就要那个 我就怀疑在怀疑的事 还是这么说吧 他要项目东西 他也不能要东西 就是项目中的东西 就是项目中的东西 我项目中的人 我操他要东西 我花他钱 我有压 我有负担 看着气氛越来越紧张 红娘赶紧瞅准时机 准变话题 那阿姨 你平时买衣服啥的 得多少钱呢 好像 也没计算 像你穿这个衣 你穿这个衣 也都是普普通的 也不是什么名牌 我不买名牌 一记得要他买这个普通衣 用了多少钱 一套也就200多钱 200多钱一套 就是全人上下能下来了吗 能下来 你看那个 远东北方 什么那个 那哪 这个 黑水路这 那一人都老便 真是厕所里撑单跳 过分了哈 我看你是猪八戒 给孙红照相 笑话人家没人样 人家大妈好看又精致 让你给埋态的 都快进贫民窟了 快进贫民窟了 一家库 50块钱到60块钱 一家一家 也就七八十块钱 就普通的 我们两个价值官 好像是有点不一样 你觉得哪不一样 价值官真的不一样 他告诉我买个衣服上远东 上这儿上那儿买去 不是 我就说的意思 我不能 我后工业上 我后工业上 都上那个 我们那个商场买去 把这商场牌子打对局 他说话我也不愿意 说哪个话你觉得 要我上田上了批八地 我买一桌 我才不去呢 他穿一万八万的东西 穿一万八万的东西 穿一万八万的东西 他穿的身体不好看 他没有那种气色 既然俩人水也没瞧上水 那就赶紧说拜拜吧 请进 请进 这是楼上 你先别着急 相信大舞台 你行你就来 刚开始的时候 红娘看大妈的样子有些紧张 结果一进门大妈 看的不是人 而是大量的房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 我们的红娘是房屋中介呢 你说这大妈 究竟是奔着过日子去的 还是奔着房子去的呢 你这目的也太明显了一些 今天来我们节目组 相信的是王为民大人 今年72岁丧偶 每月退休金4000块 有个110平的房子 他在家还带着这小四金呢 这不是用相子好看一点的 特点带的呀 平时住不住意 穿着打扮啥的呀 我们的大爷 平时非常注意穿衣 打扮问题 就像今天 大爷穿着衬衣 还带着条 衬衣还带着条丝巾 要问大爷为啥这么讲究 大爷这就说了 他现在还在上老年大学 如果不打扮 怕同学们笑话 大爷看后娘来了 赶忙带着他参观自己的房子 这个是河楼 但是我这月头是合适 跟正规房间一样 楼上楼下110多平 这是我的房间 还有一个卧室 这屋是我的树房 搜上点树 咱也没想到 大大的经济条件这么好 房子不光有个阁楼 加起来足足有110多平 这对一个单身老头来说 确实是有些奢侈 大爷这就说了 大爷这就说了 房子一大 人就更加显得孤单 于是我们红娘 快马加鞭蛋 找到了一位大妈 周明霞大妈 今年67岁丧偶 每月退休金2800块 有个108平你的房子 刚才进来我们出去 不是那啥 我上午活动 啥活动啊 我就是社群舞蹈队 我就是舞蹈团 那上午是啥活动啊 上午我们就排练 现在有个要演出的节目 正儿演出 正儿演出啊 社会公益演 就是那儿开业 来过去办什么活动 大妈平常的爱好 就是跳跳舞 为此她加入了舞蹈队 平常没事做 就会跟着舞蹈团排练节目 大爷这人比较有才子气息 而大妈呢 则是喜欢在搁带舞 倒是像我们古代说的 才子配家人的感觉 我也不会别的 就像说这个玩拉枪啊 打扶这些事都不会 我原来也是挺内向的 不爱说话 玩的人 不爱说话 玩的人 人家都有介绍到我 就感觉不错 大妈已经跳舞有三四年了 人生到这个岁数 已经不用再为了生机拼搏 后半生只需发愁 如何才能度过 这平淡又无趣的人生 如果说有老伴还好一些 如果就自己一个人 那日子才真纣难熬的 请进 这是楼上 这是怎么 小二大 你先别着急 你先别着急 相亲大舞台 你行你就来 刚开始的时候 红娘看大妈的样子 有些紧张 结果一进门 大妈看的不是人 而是大爷的房子 大妈在年轻的时候 条件就比较差 她非常向往 能住上大邪的房子 那时候住平和的房子 冰和的房子 冷啊 就是守着那个 一同河那个 北面窗户那个 可冷啊 房子还小 五十多吧 我说要像人家似的 宽敲点 不用说特别大 就是宽敲点 就是宽敲点 干净点 可能说这条件 采光好一点就行 那时候跟老头一说 咱老头还挺生气的 因为没有那条件 你说你说不知道 好像干啥是这样 虽说大妈的 虽说大妈的前夫 一直都不支持幻王的 可大妈还是决心买下了 这套电梯楼 这可让大妈的亲戚朋友们 羡慕了不行 那么大妈这人的择偶要求 都有啥呢 大的儿也别大太多 有老保啊 对不起的 有房子 就会读一句话 然后我想要找一个人吧 实在的儿子 会说会大 会说就说假话 胡言乱语那种 说了半天 我觉得那样 我觉得那样老头 我实在 我想要找一个 就实在在的过日子 这种长相一段 差不多就可以了 说起自己想要找的另一半 大妈这就说了 大妈这就说了 希望对方是个踏实的男人 别光说不做 并且对方要有稳定的收入 其他方面都无所谓 如果光这么说 我们的大爷简直是太符合了 太符合了 于是红娘带着大妈上了门 这还没进入的时候 红娘还以为马上要见到大爷了 他打心底里紧张 结果大妈这脚丫子刚踏进屋里 连人都没招呼一声 直接扭头就要上楼 幸好红娘拦得及时 要不掉不大妈早就没赢了 两人互相介绍以后 大妈终于如愿地踏上了阁楼 结果还没看两分钟 大妈脸色就有些难看了 属于啥阁楼啊 是啥阁楼啊 是啥阁楼 阁楼 这个冬天不冷啊 我的阁楼没有那个天炸的 这个暖气 这脑外有暖气啊 这是啥 低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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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环境啥都不行 全热热的 太热热了 太热了 简直是不行啊 他这个房子倒是挺大的 都不一块热 但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当年历子也都达不到 大爷这一看就是过日子的人 其果大妈却嫌弃大爷的房间布局 觉得大爷过日子一点都不 过日子一点都不反正 大爷这边也解释了 一个人过日子时大多是将就 可两个人生活 那才能算得上真正的过日子 整体方面肯定会有所改变的 那个年龄 我觉得要是爬楼骑 我就爬不了 我 我刚才看你上楼也不打飞劲 不打飞劲 但是这说好像 好像不想爬楼骑 原来我们的大妈 是觉得大爷的房子在六楼 还没有电梯 生活实在是不方便 要是小的话两头换着住也能生活 那以后再考虑 对那是以后的事 对 对 我说你哪一直关注这个房子的问题 那你啥想法 不是不是 我就说他家这个楼梯 这个年龄大了 爬楼梯也很费心 我上楼东西一年七十来岁 红娘的建议非常的好 一个人楼房有电梯 另一个房子有阁楼 一个务实一个浪漫 两人换着地方生活 也别有一番风味 请请请请 这是楼上这个怎么办 早晚来 你先别着急 你先别着急 相亲大舞台 你行你就来 刚开始的时候 红娘看大妈的样子有些紧张 结果一进门 大妈看的不是人 而是大来的房子 房子的问题好来是解决了 为了让两人更有共同话题 红娘特地给两人助攻了起来 那个 那个跟你爱好差不多 你现在跟我爱好相同 对啊 我姨姨现在就在那个社区舞蹈团 参加跳舞 你俩的爱好还挺相同 对 唱歌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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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有机会就是我叔给你唱一段 然后你给他半个舞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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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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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吧 我唱歌你跳舞吧 哈哈哈 你给我唱个歌吧 我听听得了 我给你唱一个 可大妈不管大爷说什么都不接招 让大爷有些尴尬 看到大妈这个状态 大爷的心里那是量了半截 这人挺酱的 你看那动不动 但是他也不开朗呢 就要跳 那跳呗 你学过呗 你学过 你怕啥的 这个我不 我不咋会 我现在不咋跳了呢 我还能捂着两下 瞎捂着呗 相亲是相亲 相亲 你得展示你的 这方面的魅力 他觉得两人既然是在相亲 那肯定是向着在一起的状态发展 结果这一聊天 歌也不会 舞也不跳 你这是看不起我还是怎么的 自己伸手 他倒没看到 相亲本来就是互相交流 结果大妈这是丝毫不想交流 甚至大爷还没说啥呢 他把头都扭过去了 大爷这边瞪着表示 自己不想继续往下聊了 就不想跟他闹了 就啥给他闹啊 瞅着 给印象不开了 感觉不开了 感觉不开了 不傻了 不傻了 对 咱俩性格可能有 像那头似的 你得动作跟上 我俩好像不太合适 为啥呀 我俩不像水底入热 你从哪儿感觉 你从什么时候感觉 你两个是一个 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 他唱不着跳舞还是说 他这个都行 这个都行 就好像还是没有演员 有啥你就说 那要实实说 那就是演员不合适的 那你能想说 那这说就说 这说就说 就是不合适的 刚吹说强手 我跟你说 对 挺好的 不给我拉倒呗 两人的相亲就这样子 对吧 两人的相亲就这样失败了 好了 喜欢看北方中老年相亲的 可以关注我 持续更新 我 我不想再看 我 这 这我到谁来说 老年人相亲到底有多直接 相亲不到五分钟 大哥就耍小脾气要离开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大哥这么不满意呢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相亲 今天的大妈幸福 富大姐 富大姐今年五十四岁了 经济收入每个月两千两百元 富大姐告诉红娘 报名的是她儿媳妇 大家一听 是不是以为是儿媳妇嫌弃婆婆 想让婆婆找个老伴干走婆婆 其实不是的 大姐说儿媳妇平常对她特别好 就像青龟妮一样 你手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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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给你买的呀 我说媳妇 我媳妇的结婚是我买的 我说妈你带带吧 你带什么 给你吧 你给我给我了 我说媳妇是不是跟你可好 我感觉 我买两个包在这儿 我买了 我买了 在这里都是你吃 哎呀乱坐这儿 我家还有 我家还有两个包 我给我买了 你看我买这包 嗯 什么 我买了 去 去 今年晚去 这也是今年晚 妈呀你出去说背着她 抱着她 溜溜溜溜溜溜溜 背着她 家还有两个 我说你这儿可喜欢她 那可喜欢了 不然她不给我买贱的 她说妈这个包200年 这个包包没问多钱 她说妈我给你买好的 这有好啥都给你买 花妆蜜 哦 这给你买花妆蜜 可以买花妆蜜 可以买花妆蜜 真的 特舍了不买的 不是你买的 不是你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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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我的 这边是她的 这边都是她的 给你的东西都比她自己弄得足 真的 嗯 这有好好的 这边是我 这边是我 谁不买的 这好花妆蜜干啊 就抹一样就行 妈呀抹吧 这个花妆蜜好 我就会买 妈妈啥也不用我干 嗯 这种饭都她做 就在这时儿媳妇回来了 儿媳妇告诉红娘 婆婆自己一个人呆着 婆婆自己一个人呆着 觉得她太孤单了 所以给她报了名 希望她能开心的度过晚年 这种名是你不得报的 嗯 妈妈 我妈我感觉 我妈我感觉 自己太没意思了 然后我就 找一个能跟她聊聊客人家的 在一起 然后她感觉要哭呢 哈哈哈哈 我感觉她不容易在自己 我爸去入宝 然后溜宇 出英语 爸吃饭 然后接下来 找一个 找一个 找一个跟她俩能说的来的 就是人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 我妈也不用管我们 自己就是这样 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一个人 傅大姐的儿媳妇 真是个孝顺的人 那么大姐想找个啥样的呢 找个我 我现在年龄差不多的 像很差呀 七八岁吧 还有呢 嗯 哎呀 嗯 哎呀 就没了 大姐 大姐 我的挑战女儿 傅大姐说了 自己列着条头晃晃 都没啥用 重要的还是见了以后了解了解 才知道是什么情况 是什么情况 按照傅大姐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王辉国王大哥 王大哥 今年六十二岁了 经济收入四千元 大哥呢 是跟母亲同住 大哥说了他没啥要求 只要能同意照顾母亲的就行 母亲的就行 母亲的就行 大哥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有责任感的男人 宁愿不再找到四号老母亲 红娘对付大姐说了王大哥的情况 傅大姐决定见一见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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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眼看着还行 要么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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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行 也行 不是这些往哪里摇得出去 刚见面大哥 对大姐那是相当的满意 但是傅大姐对大哥的印象可没那么好 你那点缘 刚坐下大姐对红娘 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么一句话 走吧 走吧 你应该走吧 大哥一听刚坐下就要走 一听刚坐下就要走 明显有点尴尬 不过大哥呢说他能理解 像你进屋这屋不行 但是你家还玩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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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红娘给大姐拉一点可敬的安慰 我觉得大姐你应该是想说 我既然你相信咱们节目组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我带你来见这个人 只跟他平时有闪光点 而不是说我瞎给你介绍 然后我硬给你俩凑 这个大哥咱们第一是工作 你知道他是干嘛的 第二是这个为人处事 你是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走吧坐会儿去 大姐可算是同意在聊 算是同意在聊一聊 毕竟刚来就走也不太合适 大姐坐下就解释起自己不是因为老母亲才不愿意 我刚才进屋也是 那么多 太乱了 我今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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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好的 大娘在那儿都挺好的 也就是 你造的 你怎么瞅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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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 你在哪儿上班 我在这个 在这个新龙华城上班 你不退休了吗 退休了又上班 又到村上班 又到村上班 就赶快就他我打的挖的挖的地儿 我就赶快踩回来 啊 回来我就赶快到屋里 我先退休了给他三万公分 大娘在这家宋妈娘 我单住 退休几年了 我退休四年 你也别有啥想法 帮你瞅瞅瞅无 没这么多 打门不许多 他很忘慌 提供ening 他能干 能干 усп reluctant 和好事 他都打算 也挺能打的 看那这是成了的 不能干 你永远追 人家谁来运运运运运的 我问他不能 为啥 为啥感觉 为啥感觉 那他看着要是的话 他不能这样就去装饿了 自己马上那就接触接触看看吧 留着电话 你连一方是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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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一方是啥的 我连一方是啥的 啥店都去回去回的 你瞅着啥地方 沙发店床店都去回的 我就这样是 吃饭都吃不去去这样是 人家穿的也不利索 也不利索也不行 我们演员 但是坐下聊了几句 大姐还是表示没有演员 知道大姐的要求后 红娘想到了之前上过节目的 心服全新大哥 大哥今年也是62 刚一进门大哥 就大兜小兜的提了一堆水果 你拿的呀 好 买点反正这 买点反正这四样吧 买点苹果 买点苹果 通行啊 嗯 嗯 陶的长 长瘦一点 好没有白色 对对对 对 你问我 这个我还真 对对对对 头都不错 就在 都不错 就在等大姐下楼接的这几分钟 大哥斗心为急啊 红娘只能先给大哥 看了看大姐的照片和采访的视频 挺好 那鱼儿还挺好 挺好 挺好 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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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都不错 还不爱咋的 鱼儿挺不错 能感觉上的 不是那个 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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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正常点 正常点 大哥看到照片表示很满意 不一会大姐来了 我今天给你家是大哥 人家的感觉很像 我这身体 我这身体 这些全是大哥给你带来的 水果啥的 那到处 走吧 快醒 瞅子挺干净的 这次就逼一下可以 挺干净的 瞅子 欢折打完就能看着干净 看着干净 到家来了 还滴滴点水果 挺暖心的 大姐表示挺满意大哥 但是大哥明显没有刚进门那么兴奋 到底什么情况呢 是因为大姐带着孩子大哥 不满意的吗 你借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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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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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挺喜欢的 姐 这是你的手法 你别心啊 那大哥你还想问呢吗 我没想问 说完以后 两人就互相都不说话了 这气氛也太尴尬了 大姐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 大哥是什么情况呢 红娘直接把大哥叫了出来 没想到大哥第一 没想到大哥第一句话 是要求结束相接 我 我不想再看 我 我不想再看 就要到此结束 寧寧刚进小区的时候 大哥看起来特别期待 怎么见到大姐就不说话了呢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红娘一问才知道大哥的想法 跟你问一象 跟你个相片 跟你说 啊 你觉得哪里可以一样 你个相片还有一句 你希望找得我把黑的 嗯 你希望找得我把黑的 你希望找得我把黑的 他都超过一点素质 不是看不外貌 不是看不外貌 就给他照片 原来大哥觉得跟红娘 给他看的照片完全不一样 看起来又黑又胖的 大姐一听大哥 嫌自己黑明显有点委屈 对 看也行 咱们勉强的 大哥一看决定问大姐一个问题 再决定要不要接着了解 喜欢不喜欢养狗 我不喜欢狗 猫狗我都不喜欢 大哥他家养狗 然后他也卖点小狗仔 退休了没啥事 退休了 我想可以的我 养狗 狗猫我都不吃 我都不吃 我丑那么麻也得出一句话 反正那位置特别大 我养人我才不要 原先一个没感动出来 一个没感动出来 所以养了 扭过来 好了 这位置丑了 我说啥意思 就是我想找一个兽灵物 比较那个 比较那个 老条点 大哥听到大姐的回答 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两人决定相亲结束 话说这大姐相亲是真的快 一个嫌弃 一个嫌弃大哥的 一个大哥嫌弃他的 各有各的生活方式 没有所谓的水对水错 希望三位都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这就是今天的五分钟相亲 没看够的可以点我头像 查看更多视频 对于大哥大姐 对于大哥大姐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找老伴 啥意思 就是刺你 就不能做范围 那你挣那么多钱 你再过去刺你 那不也行 不说了 现在我跟你俩吧 就算告别了 告别了 就现在你这个态度和举止 已经不是我的要求的标准 他来了 他来了 那位牛逼轰轰一毛不拔 等着人来刺恶的张子处大爷 终于又返场了 而今天前来相亲的大妈 也是牛蒋火油 又煎又滑 三下五出二 就把张大爷给整明白了 真是半路上杀出个羊排风 好厉害的大妈 竟然能从张大爷兜里掏出钱来 小弟服了 于大妈 今年六十五岁 退休金每月六百元 没房 阿姨 你好 你好 阿姨你穿着这么厉着 你穿着这么厉着呢 厉着吗 你可时尚了 要说这个大妈也是个苦命人 前半辈子不是刺负卧床的老伴 就是给闺女看拔 唯一新闻的是老伴对自己不错 日子虽苦 但至少有人疼过 你这是进去孩子看孩子了 进去看孩子了 我老伴就是卧床 我床的时候都是我自己护理 对我特别好 真的 就是他现在有病了 他都照顾我 我要在这个 躺着呢 我就天天泡脚了 我要是说 就是自己没去报后 没整水呢 他得瘦的 断碎了 大姑娘 断碎了 大姑娘说 爸呀你干啥呀 你水拽了怎么着 我说你看你焦啥急 我还没着急 没到时 我自己来 你忙整啊 你拽了怎么着 就那是 昨天才好 也走不回去 明天再难 也要抬脚继续 虽然老伴的去世 给大妈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但时间不等人 大妈决定趁着年轻 一边怀念过去 一边掌握回来 阿姨说 老伴临去世的时候 拽着你的手 对就是吧 拽着我手 对我不放戏 对我不放戏 就这样的事 跟我说 他说你一定有何事 你一定走 你谁家也别去 就这样的事 就嘱咐我 他说你也别想我 你也别害我 他这么说戏 那我说 别晒一下 别晒一下 老伴去世前 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大妈 离开前的 也是千丁宁万主妇 让大妈再学良人 为了完成老伴的意愿 大妈整天守着电视 看咱们的相亲节目 结果哗啦来哗啦去 就相众 等着人来伺候的网红 等着人来伺候的网红 大个张子妇 真是破锅 自有破锅盖 啥人都有啥人 这是一大早上 去菜市场买的 对 三到零 三到零 这鱼也不小吧 这鱼也不小 好 大家稍稍稍稍准备 说大意 那行我就穿一 跨越千山万水 带着满满的诚意 大妈终于来到了 羞弱已久的张大家门前 说 哎呀开了 哎呀 哎呀说 我敲半天门了 我一动他们 把耳机脑的掉了 找没找着 找着了 找着 找着现在哀上了 听红娘说 又有老太太相中了自己 张大爷就像叫花子 接彩球 起疯了 为了尽快 俘获大妈的方仙 还没等大妈介绍自己 大爷就开始 迫不及待的自我推销了 我要展示一下 不仅在 长春市吉林省 我要他们全世界都 让他们全世界都知道 这就是怎么回事 我有 我是 何学这言 说 等一会儿 因为前几次的相亲 张大爷不仅在互联网上爆火 更是成了小区里的风云人物 一时间成了众矢之地 因为大爷的不能自理 网友们更是给出了不少的宝贵意见 话说听人劝吃饱饭 于是 劝吃饱饭 于是开始学习了黑暗料理 我把饭做好了 大电饭锅里丢开水啊 我捆出来我去刷碗呢 一捆两捆通电了 就就把我打了 打出来一捕愣啊 捕愣到地下 又不捕愣到地上把我打死了 得意的狸猫凶四虎 一猫凶四虎 磨破的凤凰不如鸡 虽然大爷肚子里全是墨水 可在做饭的问题上 智商瞬间降成了复数 为了能顺利把老太太拿下吃了热口饭 大爷赶紧积极表现 我的身体 我敢这么说 同龄人 没有我身体好的 身体好的 你看到我的口齿表达语言能力 特别我的大脑 非常健康 夏天开始 献丑 看看 月亮到罪 范崇晏 庆历四年春 腾子经 则手霸凌净 月明年正宗人和百飞巨星 真是三斤半的鸭子 二斤半的头 就剩嘴了啊 大爷这头慷慨极昂 大妈也相当配合 立马掏出手机 录了起来 这就叫崇拜 是个男人都喜欢这一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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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已经自信的飘飘然 也该轮到大妈表演了 就是 唯一就是说了 咱也知道 这咱也认了 我也说了 只要他条件满足我 我愿意 怎么样 这就叫表面心连心 背后玩脑筋 段位懂不懂 啥也别说了 赶紧提条件吧 咱俩在一起过日 你能舍得 你过日 你能舍得 说给我花钱什么的吗 像从小夫妻能对我吗 我是真心来跟你过日子 绝对 用数学说吧 语文 语文答的能 用数学说叫 N个能 N个能 N个立方 行吧 真是嗓子也放泡 你咋想的 大爷你曾经的坚持呢 一听要钱 大爷那心十分彷徨 可看到眼前 这位貌美如花的小老太 还是咬咬牙 跺跺脚 愣是把五千改成了一万 就说呢 我说啥意思呢 你能就是一月给我存两钱 就是我吧 有点安静感 是吧 行不行 我一年给你 一个数 一年给你一万 一年给你一万 你要给我十年 十万 我就给你背上五万 十五万 二十万 我这钱走了 我走了还不都是你的吗 我觉得他是 让他就个人条件来讲 就是说 就是说给我存两钱 太少了 看来没少做功课啊 这是早就把大爷的身价 给摸明白了啊 不过想在张大爷 这来的老牛打滚 大翻身 那是绝对不可能 能让你实现小康 就已经不错了 咱俩今天就把话说 就是咱俩就算黄 你看五天以后 你看五天以后 不过钱给我领了 家里没有 行 咱俩 咱们吧 我要的是 人要的是好老伴 不是 咱俩这样 你说给我存那个钱 我也行 我也同意 同意 同意了 就是说咱俩 你要接我的时候 是不是得 也得表示点诚意啊 我不是说要菜里什么呢 就说说得有点诚意 最起码在 亲家姐和妹 孩子面前 说你找人了 那你说 是不是也得 也有点 也有点小诚意啊 你要了一万块钱 还要那么多啊 那么多 说句老实话 我也给你买 大哥用这话吧 啥就别说 我就咱俩过日子啊 我告诉你 我只是要你吃好 喝好 一听张大爷要喊停 大妈赶紧见好就说 好在要下了手势 好在要下了手势 虽然此刻大爷内心在低血 但是想想能吃上肉饭 也只能割肉了 肠肉做这个菜 韭菜有意义的 肠上酒酒 大约咱俩 肠上酒酒 哎呀 这个呢 以后在生活当中 咱们呢 就是父母 父母有缘 对 不有余 对 阿姨做的咋样呢 哎呀 非常非常好 比我做的好的故事 都是味 生生死死不离不弃 走完生命 最后就在里程 你陪我陪 你互相陪伴 祝你 长寿 要说这张大爷嘴上功夫 还是很有水平的 最后两个再有所图的人 相 有所图的人相亲成功 老铁伴 你们觉得这俩人能不能走到最后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开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真不一般啊 反正我就保证我的三千元 随你怎么用 大爷 你也太失诚了 你也太失诚了 自己没房位积穴 就这三千元的收入 都交给大妈用 你就不怕到时自己连水都没得喝吗 这老年相亲就是这么奇葩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叫卵大妈 六十岁 丧好 住儿子家 农村有 儿子家 农村有平房 吴老宝 大妈本来一直生活在农村 住在农村平房里 因儿子儿媳要求 现在和儿子儿媳同住 大妈这两人一直在外面打工挣钱 因为趁自己还年轻 能扔就得挣点 一来为了替老伴过市 来为了替老伴过市还债 二来也要为自己挣点养老钱 毕竟靠水都不如靠自己 大妈对未来的想法是 如果不找老伴 自己能挣的时候挣点 老了不能挣了 国家不急一点 再加上儿女给点 再加上儿女给点 日子也能过去 如果找老伴 就要找好好过日子的 能够过到头 反正大妈对找老伴 是做好了两手准备的 能成则成 不能成就自己一个人过 她的相亲要求是 六十到六十五条件的时候 怎么还得好一点 是不是再大点呢 大点呢 这大点看身体啥样吗 看树的啥样 身体好 那也可以 住房要是闲话 啥得上她那头 上个头我就得住平房 主要是她的皮 给皮好 大妈的相亲要求很实在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爷是否合适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叫娶大呀 六十九岁 丧欧 退休金三千元 成立租房住 农村有平房 大爷是租房住 房住七百元 是八个月前 是八个月前老伴过世后 从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楼那边放过来的 一来不想再出井生情 二来生前也答应老伴把房子留给女儿 这大爷也是爱自己的老伴 虽然这是自己离婚后 四十多岁时才找了老伴 但老伴对她特别好 老伴自己挣的钱 都是归大爷当家管钱 对大爷是 对大爷是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 所以老伴得病后 大爷是倾心所有为老伴治病 四年多 每天24小时细心照顾老伴 可因为老伴是不治治症的尿毒症 所以尽管尽力而为治疗 到最后也只能是人才两空 老伴走了 房子也按老伴愿给了他女儿 现在只剩下大一个人 只能抱着老伴的照片 孤苦伶仃的住在出租屋里 自己本来性格就内向 如果这样只抱着老伴的照片生活 大爷更加不能从失去老伴的伤痛中走出来 所以大爷决定再找一老伴 有了先一个人 先许我还能火烈起来 我就能把它就搁起来了 放起来 我是不爱做饭 先许我能帮我一把 确实开启一段新感情 是治愈就伤的良药 他的相亲要求是 大爷的相亲要求很实在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妈是否合适他 在红娘的带领下 大爷来到大妈家 两人刚见面 彼此第一印象都还不错 他那脸面就跟我老公 我脸面差不多 小脸长 有点 生长 犒 mä 说话慢走 син语的 不是那么长场 没有 大妈觉得 大妈觉得大爷与自己过世的老伴有点像 大爷觉得大妈说话满条思语的 应该性格很好不张扬 很满意 大妈与大爷两个人说话都是 慢悠悠的 应该都不是急躁之人 性格蛮合适的 聊到大妈也没房 大爷也不介意 也可以租房住 而且两人农村都有平房 接着大妈主动结束自己的情况 他我 大妈是农村的 没劳保 靠自己打工赚钱 大爷倒是不介意大妈的情况 大爷也主动交代了自己的工资情况 虽然工资不多 还要租房交房租 但两个人勉强还是能生活 而且大爷还说了自己的看法 这大爷确实是个负责的男人 大妈听我也很满意 但大妈对大爷要租房住 还是有顾虑 租房住 这俩人生活 你看一人你花不少钱 你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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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月多花不少钱 大爷说如果不租房 还可以住平房 但住平房 大妈也有担心 我也不用住房 我宿舍住房 一个四平 平房 平房 平房也有 就是烧肠肺 现在现在你动作能长肠肺 你到过去年 这可是生活很具体的问题 毕竟 现在年纪还不是很大 就算住平房也可以 但随着年龄的增大 到时住平房就很不方便 没有那个利息了 真是左右为难 大妈到底是住过平房的人 所以生活上的考虑 还是很具体的 而大爷的保证就是 我能做到的 就是这三年后天 自己垫的用 就问你又是我家娘 这头有啥事的 起码随后啥 我有一个银行碗份的 你说你 这钱能拿吗 你必须得拿 那你不能拿 有 有收入也好 没收入也好 能说再给你怎么用 大爷反正什么也没有 就这三千块钱的退休金 只能随你自己去安排 这大妈不藏着掖着 这大爷也是很实在的人 大爷看大妈还在犹豫 大爷又开始给大妈做思想工作了 如果想简单 我也不会算这样 而且没办法怪你 又说啥呢 是 就剩两千块钱 就两千块钱 两千三 两千三块钱 咱比方说 咱一个月两个人 一千三块钱 不够用的 会用生活 能把吃这事够过来 你确定买吃的 那穿在那儿 我弄的形式 我这辈子 我一气到厌地 我都可以不买 你说吃羊肉 我不不吃吗 我可以给你买 我往前 我总不给你买过来 该吃吃 该喝喝 正常去吃不下 看究竟花多少钱 是不是啊 如果说 超出咱那个饭 那咱就坐下来 睡不着 要是在那儿讲故事 故事讲 没人咋的 你喝一喝一 哎呀 对于他花超了 看怎么能把这个 生活给你听下去 生活给你听下去 你看这样好不 结果打 结果闹 确实 反正就这点收入 就一起花过去 每天记账 如果不够 那下个月 就从某方面节俭下来 这大爷的套路 还是很深啊 心平气和地 跟你说道练 在不知不觉中 就被他洗脑了 大爷是对大妈很满意 大妈也感觉大爷很真诚 所以两人决定先处处 如此相亲成功 你们觉得他们真能成吗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大妈 真不意买啊 大妈说租房是白人 大爷说农村有房 大妈说乡下不去 大爷说那我让你呢 大妈自己有房 说话底气很毒啊 大爷自己没房子 感觉说话腰板都挺不直啊 说话没底气啊 说话没底气 还想着倒插门 人啊 特别是到了晚年 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 就算住儿女家 都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啊 活得也没底气啊 老年相亲就这么现实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 叫取大呀 69岁 丧好 经济收入3000元 农村有平房 成立租房住 眼前这位就是今天来相亲的主角 大爷 你们牙都掉了啊 说话的漏风吧 大爷因为老爸走了 为了离开那个伤心之地 同时把房子留给女儿 所以他干脆离开以前 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换个环境租房住 谈起大爷的感情生活 也是一言难尽 第一次早早离婚 第二次四十多岁结婚 虽然是二婚 但老伴对他很好 自己赚的工资 都交给大爷管理 对大爷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 所以大爷也很爱自己的 爱自己的妻子 可惜的是 老伴在四年前得了尿毒症 虽然倾家当产 进行治病 虽然大爷尽心尽力 照顾生病的老伴 但经过四年的治疗 最好只能人才两空 大爷也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什么都没有 就带了一张老伴的照片 每天抱着老伴的照片看 连睡觉都抱着照片睡 哎呀 这个是老伴的照片 对 我都就放在热 天天放在热 晚上我躺 我让他躺 就这样 就躺 天天放在枕边 就放在枕边上 我干杯我也给他干 大爷 你这举动有点深入啊 虽然生前老伴对你好 你舍不得老伴的离开 但这样 别人知道了 会感到不舒服啊 虽然大爷的老伴离世 还不是很久 但大爷一个人 租房住在外面 更加不能从痛失老伴的悲痛 从痛失老伴的悲痛中走出来 所以他想再找个老伴 有个人陪着 或许就能使自己 重新活跃起来 不是说 开启一段新感情事 结束一段 痛苦感情的最好良药吗 他的相亲腰 他的相亲要求是 大爷自己成立没房 所以最好对方有房 他的要求还是很实在的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妈是否合适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叫张大妈 68岁 离退休金2000元 有住房 这大妈也是苦出来的 虽然自己的房子不大 就46平方 为了给自己赚短期费 还把自己的卧室租出去 自己就在客厅放个临时床税 真也是够节俭啊 柜子里的衣服也大多是别人给的 生活真不容易啊 因为离婚后 自己带着儿子一起生活 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 只能到处打工赚钱 生赚钱 生活也是能省得省 这十来年也想找 但带着儿子不好找 一直也没有合适的 所以只能自己咬牙带着儿子生活 现在儿子也有了自己的家 自己也快七十岁了 而且还因为自己的姐姐突然离世 让她想到自己一个人生活 哪天起不来都没人知道 所以决定 所以决定还是在找个老伴 这样可以互相倒映一下 她的相亲要求是 追求工资三千五百元以上 这些都是定死的吗 那要人好 差三千四还差那十块 抽烟喝酒 抽烟喝酒 有的是抽大烟喝大酒 抽烟吗 抽烟吗 我也烦 玩烟酒不动 咱是说数大了喝点酒吧 少就是活血 抽烟吗 有的人啊 一瓶 人家一瓶 玩的烟 烟 蛮腔的 大妈可是做足了准备啊 还把自己的相亲要求写了下来 大妈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啊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爷是否和之他 在红娘的带领下 在红娘的带领下 大妈来到大爷家 两人刚见面 大妈虽然觉得大爷显老 但却是过热色的老实人 一瞅之老实 正经过语言单身 但是面子太老了 大爷对大妈没什么挑剔的 很满意 大妈觉得大爷这房子洗手间大 而大爷却说是租的房子 却说是租的房子 自己没有房子 这房子是租的 那你房子 那房子 还钱 没有 那你没有房子 我没有房子 有房子在 是个房子 因为房子有多 爸妈对大爷没有房子很惊讶 问大爷为什么要住房子住呢 大爷给予了解释 我跟前有两个姑娘 都让我上她家住 上那住 上那住 人家说得非常好 你有下午 不要 我们管吃管喝管住 你管这个 咱们管不了 他小娘好 今天挺好的 明天就给你去炒 你说我说谁是 我得看他们 对 是吧 谁有物自己有 确实正如大妈所说的 谁有也不如自己有啊 特别是老了的时候 自己没房子 要住到女儿家 可能有种寄人 可能有种寄人 立下的感觉吧 大妈对大爷没有房子 还是有自己的看法 中房 永远是白冷 这个 我苏兰 苏兰 我不去 大妈 你这也太耿直了吧 也太耿直了吧 大爷可没说要与你交往啊 你就这样直接表态了 大妈既不愿意租房 又不愿意陪大爷去乡下 那大爷就只能住在大妈家 大爷是愿意到插门 你家相赏 你 吊子 吊子 但大妈觉得自己家条件不好 不适合到插门 他上你家呢 我家条件不好 要好一样两十 那你上我这行 长一说 还过去 老话是吧 你三个女 你上男人家 有几个到插门 到插门 那手机条件特好的 这大妈的思想还是蛮传统的 后面大妈问到大爷的退休金问题 你退休一月工夫多钱 一月工夫多钱 三千 房费一月八百 七百 七百 大爷的退休金才三千元 每个月还要交七百元房租 锁剩不多了 三千去了七百 上两千三 您说咱们这么大事苦一辈子 这么大事苦一辈子 还像以前那个客户漫漫的 省吃俭用的萝卜土豆的 你说你也得生活提高点 人老人都缺带 没啥玩意的 所以我就不想过那个苦 但咱也不过那个大福大规 你也不是那样的 是不是 大妈穷了一辈子了 可不想再省吃俭用 再过紧巴巴的日子了 这大妈可是快应快语之人 虽然大妈说话不好听 但这也是事实 大爷对于大妈的 大爷对于大妈的想法很理解 毕竟大家都是苦出来的人 这大妈说话很直爽 大爷倒是喜欢这样性格的人 但大妈看不上自己 也没办法 毕竟找老伴也得双方同意 所以两人相亲失败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 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今年73岁的傅大哥 豪气冲天向相亲对象 史大姐夸价海口 大姐夸价海口 在银行给他存60万元 平时吃利息每月2000元 怎么把他伺候走了 连本代息都是史大姐的 还有房产相送 小编从解说相亲节目到现在 这是见到的最豪气的男嘉宾 如此优厚的条件 小编也想踹走老公 到傅大哥身边走一遭 只可惜年龄条件不合适 年龄要合适 最好得50到55岁 您今天怎么大分 我今天72 跟你们对着差20多岁呢 差20岁 不小吗 不小吗 那您孩子 他们 孩子 他们也不介意 就是你找 他们就才大10多岁 也不介意 不介意 男人都喜欢年龄 小的伴侣 要求年轻 20岁并不过分 关键是要两项情愿 你看傅大哥说 你看傅大哥说起来 从淡定 是那样的理所应当 别看他穿着陈旧的衣衫 没有光鲜的外表 但是傅大哥 确实个地地道道的富豪 我的资产 准确数目 肯定我不能和大家说 因为这是个公共产 我说我可以财富 我说我可以财富自由 我居住可以自由 我旅行可以自由 我购物可以自由 有这个把握 找老伴啥的 衣食无忧 那确保 对那确保 经济富足 是傅大哥的底约所在 可生老病死 是自然规律 自己的年龄 大了生活 越来越不方便 凭了钱多用丰厚的物质条件 搞一搞物质刺激 能找个年轻的爱人相伴 岂不是再度幸运桃花孕 在需要的时候 他有精力 有体力照顾自己 那更是晚年难得的幸福 那我 幸福 那我如果找个年轻 他身体肯定好 我等到可能80岁的时候 我走路可能就要 攻着背 甚至竹拐杖了 这是旁边有一个身体比较好的女人 他帮着你 准备得差多少啊 原来有钱 原来有钱人是这样安排晚年生活的 趁着现在有条件有精力 找个年轻的女人 将来腿脚不利素了 还有人在身边照顾 生活的质量就有了保障 这还真是个未雨绸缪的好主意 那么傅大哥喜欢的女人 年轻20岁可不是唯一的条件 第一身高 身高体重 身高多高 体重多少 1米6 体重100斤到110斤 肯定是越漂亮越好 越漂亮越好嘛 肯定能合到我的标准 别看傅大哥已经是73岁 可是审美标准一点也没退化 对于女人的个头身材都有具体的标准 即便是容貌不能用尺度来衡量 同样给出了一个无限大的动态标准 越漂亮越好 越漂亮越好 那么傅大哥的自信是从何而来呢 那你会不会担心女方 可能大多数会觉得 咱年龄 稍微比她们大一点就50多岁 能不能和这方面的故事 你担心我下了 其实我还比较自私 我先死了我幸福 那她没办法 那她没办法 我只能在经济上给她更大的富裕 不怕没人来相亲 就怕身边无金言 有钱能使墨推轨 何去老伴无真心 那么傅大哥能给予老伴什么样的经济保障呢 我给她留在经济上 她后半生相用不了 我的工资给你了 假如说你还 假如说你还需要什么补充社 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我都给你补充上了 我留的钱啥用 那我这房子也给她了 就给你个人全60万块钱 几乎就是你的工资 说实话在如此 说实话在如此优厚的物质条件面前 小编都差点经受不住诱惑 每月4000元工资全给你 社保一保全给补上 未加存款60万 最后还有房产做保障 这傅大哥还真够实诚的 你不怕遇到贪心人 东西一到手 把你伺候的快快快的走了 带着你的财 你的财富寻找下家 他在这边花着你的钱循环做了 你在那边干瞪眼 能给什么对方存60万块钱 对 你这60万块钱是怎么个存的 人家在去以后 在去以后得过一段时间 不能马上就给他不行 我可以写他的名 你每个月你得去学习一下 就赚钱多个钱 就是你的钱了 等我没了以后呢 这钱就是他的 73岁大哥要找个年轻20岁的老伴 承诺给他存款60万 百年之后还会把房子一并相送 这么优厚的条件没个之余 老伴每个之余 傅大哥就不怕鸡飞蛋 打闹个人财两空 你看傅大哥还是留了后手 对人的相信只是相对而言 在一起有了感情只是第一步 把老傅伺候的好好的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等他百年之后存款 才能到手 咱不得不服气 傅大哥的福利三不许 环环相扣滴水不漏 我这么做啥好处呢 就能稳定他的习 他不冲我的人 他还得从这个钱的面 努力去伺候我 傅大哥琢磨的很周到 退一万步来讲 万一碰到没良心 万一碰到没良心的玩意 他不看人面看前面 也会用心的侍奉我 也不怕鸡飞蛋打两头吃亏 傅大哥这稳定军心之策 只是预防万一 他非常自信 只要感情精明的好 万年生活就是我好你也好 我如果没了以后 他照顾我也很好 我们俩感情也很好 我这屋就给他卖 我并不是给谁画饼 既然我能站在这个镜头面前说话了 肯定这就不是瞎说的事 就是说我想找一个自己称心的爱人 那爱人啊 你得有这种经济实力 你才能去做 所有的承诺都是以户信为基础 以经济实力为保障的 傅大哥有实力有信誉 红娘及他人所及 给傅大哥联系到了十大姐 这个情感缺失的不幸之人 我四岁父亲就不在了 八岁母亲去十六 十六岁最后 他是去河里头去炸鱼去 雷管接的那个锄电瓶 完了爆炸了 父母爱没得到 就是丈夫爱也没得到 为啥是我要找 比我大十岁以上的 就心思成熟 能拿我当婚事似的 我当婚事似的 十大姐的遭遇 造成了她前半生艰辛忙碌 现在找老伴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 她的诉求和傅大哥十分的契合 红娘决定安排两人见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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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像外观上都可以 两人见面 双方都感觉不错 演员这一关毫无悬念的过了 接下来相亲将面临的是什么呢 傅大哥有发烧级的音响设备 越试着这家的主人是个超 这家的主人是个超级玩家 他非常希望将来的另一半能够懂她 在红娘的友谊引导下 八面玲珑的十大姐 很快发现了这里的与众不同 爱大姐你看看大哥任务啊 发现有音发现有音响吧 发音响对 他马上就说音响 并没有说是唱歌的 还是卡拉OK的 还是那个什么什么 他没说这个的 就这一下 傅大哥防佛是有创意的小学生 听到了老师的夸奖 不由对十大姐的印象分支蹭蹭上窜 掩饰不住遇到知音的兴奋 展露在了苍老的脸 露在了苍老的脸庞上 打开音响设备 一曲委婉动静的歌声 从远处缓缓传了过来 优雅的音乐 烘托了湘心的气氛 傅大哥把十大姐让到沙发主位 你看 你看这派头 像是个被宠上天的公主 看到十大姐被音乐吸引 傅大哥打心里头高兴 终于找到了能通过音乐 与自己共鸣的人 傅大哥很享受这种叫好身份 同时也非常欣赏 十大姐的天赋 一个为生存忙碌半生的女人 对音乐的鉴赏 竟然和自己这个超级发烧有合拍 要是在其他的方面 还能继续保持和自己的默契 那就更好了 我说的有几个步没有 真意没有一件新的女人 我这衣服二十年了 我这衣服二十年了 还可以 你不计会吗 还可以 你看这外衣这都旧 真是一点好 73岁的傅大哥 要找年轻二十岁的女人相伴 与前来相亲的十大姐一见钟情 可是家境富足的傅大哥 竟然二十年没添置新衣服 因为他对旧衣服有着特殊情感 这个个人习惯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上次那位相亲的大姐 对于傅大哥保留穿用旧衣服 十分的不解 没有生活的共通点 相亲失败 那位大姐失去了一夜 致富转折人生的机会 我那衣服那么多 全都是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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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到二十年 二十年都不买衣服了 我不接受 我不能接受 我感觉要跟大哥 就是观点啥的都不一样 我经常知道你不接受 咱俩在生活观点上一点的 生活观念是一点的不一样 生活观念不同 根本就不能生活在一起 相亲不成也是必然的结果 相反现在的十大姐 不仅说傅大哥穿旧衣服 是真实的表现 还表示理解和尊重个人习惯 和尊重个人习惯 十大姐的态度让傅大哥 十分的高兴 从未音乐的共鸣 再到穿旧衣服的尊重和认可 傅大哥对十大姐 已经是非常的满意了 在爱好和习惯上达到了末期 就在大家都以为 相亲就要成功的时刻 十大姐羞羞答答扭扭念念 说出了自己的不良嗜好 这让现场的所有人 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我还有我抽烟 抽多少 两天能抽一盒烟 但我烟是不重 但我烟是不重 就我不抽烟 你自动自行 你就会想 你说我不能抽了 或者少抽 或者不抽 慢慢慢慢 反正我抽烟 这个这块可能记不掉 记不了你也没办法 真正你要能感觉对人挺好 那你看你就得认可 抽烟是个不良的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抽烟 到老了能控制住就戒掉了 傅大哥也十分理解十大姐 同时非常自信 能够在共同的生活中 十大姐会自主戒烟 他相信爱的力量 傅大哥大哥 不在意十大姐 抽烟的不良嗜好 十大姐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落了地 经过这段小插曲 丝毫没有干扰 相亲的激动 接下来就要看二人 在心灵上 有没有火花蹦践 激发更多的荷尔蒙分泌呢 为啥 我找年龄上 我特别挑递呢 就是我现在 可以把你看成是我的名 那我等我说到 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事情 这个你认可这官僚 认可 因为我是啥 从小去父母爱 没得到丈夫爱 我就想要这个 还有父爱这种 还像有丈夫爱人 我能百句说 这是老头跟前 我能啥起交流 我就是这种感觉 一个想找个女人 来当女儿宠着 一个想找个男人 像父亲一样的爱着 两相情愿相互 慰藉何乐而不为难 傅大哥是个被爱 愿意真心付出的人 对于西医的十大姐 邓是毫不吝啬 自己的老伴 自己养天经利益 傅大哥一直以来的态度 就是被相中的老伴 将享受全额工资 四千元的支配权 六十万存钱 六十万存款的所有权 六十万存款的所有权 最后还有住房相当的 优厚待遇 十大姐用真心的陪伴 得到适当的经济利益 双方都是有钱难买的愿意 老铁您看两人 照合影笑得多开心 我好像乐力太大了吧 那太好了 你你就饿小了就饿了就饿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老头有病的时候 还用五块钱钱了 我就行的 你要是能帮我把这个重担能挑 过去呢 就是你一千五 我一千四 咱俩的工资 够的快点花呢 就月月呢 就不那么紧了 三千块钱 够咱俩生活费了 他你说老伴你就得拿呀 你必须得养活老伴 你凭啥给你还几了呢 不 我说他这么大人 搬给他呀 今天来相亲的老太太 可以说是笑里藏刀 刀刀致命 一开始表示自己啥也不涂就涂感情 把老头哄到五迷三道的 当老头还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时 又冒出来五万大洋的激光 那新颜子比筛的眼都多 吴大妈 今年六十五岁 退休金每月一千四百元 有房 别看大妈长相一般 却有了一副道貌万人 抿着嘴假笑嘴脸 听说人老月值钱 吴大妈也决定发挥娱乐 转点过和弦 一见到红娘 就像打开了财富大门 那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 秃秃个没完 要说这大妈也真是能说回到的 一见到红娘 一见到红娘就开始先殷勤 生怕红娘不给她介绍过好老头 要我说就你这本事 根本就不需要红娘 公园相亲角就很适合 你以为大妈就只会溜须拍马吗 人家还是个专业演员呢 提到曾经的情感经历 那真是说下雨就下雨 想晴天就晴天 孩子能夺家这么多年 没人管 完了我就搁这头 我就二年回家 懂那家 孩子说妈呀你可回来 妈呀你可回来 在我们可不耐乐了 这屋里给我们动点 我一瞅孩子我就哭 完了我回去我就拉梅 把炉子啥都整好了 烧上了 大米啥买回来 把家孩子说妈 这会我们可乐不着了 小红娘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大妈的前半生真是又苦又憋屈 今天要是不给找个好老头 那就是你不懂事了哈 今天你来不去跟你又哭 我跟谁哭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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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好日子就开始了 别哭了啊 大妈跟第一个丈夫因为贫穷离了婚 离婚后大妈抛下两个孩子 又嫁给了第二个丈夫 大妈说 大妈说了 之前离婚是因为太年轻 这回就算穷也一定好好过 我说就她这么穷 我说得她胯胖 我主婚 她要饭我跟她 她要饭我跟她一堆 这就是大妈的本事 老头在她的甜言蜜语中 逐渐迷失了自我 最后竟然六亲不认 连自己的亲生闺女都不认了 她就一个闺女 闺女吧 第一不要她说老爸 第二房子 第二房子征他名 第三人的工作你别要 一年一月给他五十块钱零花钱 他爸说我能听孩子吗 孩子跟他妈都学会了 我硬可要你不要孩子了 就是我们得跟他断绝关于 在大妈面前 大妈面前 啥亲情爱情 道德伦理都得靠边站 在她的温柔共事下 老头跟女儿从此彻底断绝了关系 最后在去世前的二十天 把房产过后到了大妈名下 大妈终于解决了后顾之忧 这是她临走前 跟房子跟的名 她临走前把房子 跟着我的名 二十七天她就死了 那么大妈在找老伴 具体有哪些要求呢 叫我的 打麻将的喝酒 抽两我都喝 这是咱拦不住 天天你给我 那我就放心 也别把钱看得未动 还是隐藏在 你知道这些没有别的吗 没有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我对你好 过白头到老 你心有我 我心里有你就行 弘扬一听 这好办啊 还真就有这么一位合适的大爷 既不喝酒抽烟 也不会打牌 关键是也不看重钱财 因为他兜里真就比脸还干净 比脸还干净 宋大爷 今年六十九岁 退休金每月一千五百元 有房 这位宋大爷在相亲见 也算是一位名人了 那节俭程度堪称一绝 出去买菜 这是我们这一左右的超市啊 大小超市 我都得走个遍 我都得走个遍 相对比较 看谁家菜最便宜 一节又得吃一年了 吃冷面 我剩下一个冷面糖 隔壁香冻着 下的我还用它 还用它吃下的冷面 大爷的生活十分结局 为了省下一块钱 都可以 都可以徒步走出十公里 那节俭程度 能让我们一些凡人都忘了沉莫及 于是呢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的 大爷灵光一闪 找个能接近自己 每月拿出点钱来的不就行了 总之这两人都是千年的活力 算计一个顶呀 至于谁的段位更胜一筹 那得先见 那得先见上一面再说 大妈也是叱咤多年的老江湖 打眼一看就知道这老头好对付 于是坐下来决定好好唠唠 享用自己的魅力 摸清大爷的家底 送大爷见到大爷见到新衣的大妈 也是新花怒放 只要看对眼 哪哪是优点 说鼠羊呢 哎呀 鼠羊最好 找鼠羊也最好了 咋的呢 我有 他会过日子 他不是两个人能够有共同 能够在一起 能够长一样 啊 鼠羊的这个鼠最好 怎么说 你俩的鼠家合不合呀 谁知道啊 鼠家合 啊 你说合不合 我们不讲的 嗯 不讲的这些 嗯 我就觉得 嗯 就看这人老是本身 好厉害 通过简短的了解 两人很快就表明心意 对彼此的感觉那是越来越到外 于是大妈的戏经本经又附体了 他钱多钱少 你看这个戏 看这个影啊 嗯 大妈的意思很明确 你要是好人 就得我不要你钱 你还得印再给我 大姨一听 立马 一一听 立马表明心意 我就那几颗枣 你啊 咋话就咋话 我这 没瞎说的 挺长的 你你你一个我了 我也一个你了 我钱 谁还钱不多 我都交给你 有你支配 一听只是拿出每月的那点退休间 大妈不利了 于是又使出了大招 我先表明我的诚意 你的真心就看你掏不掏牢底了 我爸 第一眼看你就是不是鬼家的 其实你们一千块钱 不够咱俩 一千块钱 不够咱俩吃喝的 别有个家 不够 但是不够 有我的天 有我的天 对他的评价又上升了 一听大妈的要往外掏钱 大爷高兴的恨不得立马把这媳妇给娶进门 没想到幸福降临的如此突然 高兴的媳妇都叫上了 就在大爷乐的准备半喜酒 红娘准备收工回家了的时候 大妈突然脸色一变 露出了最真实的嘴脸 大爷我有点事我就想说 我就是说你当真人不说假话 就是老头有病的时候 还有五百块钱 我就想想你要是能把我把这个重担能挑 我今天就是你一千五 我一千四 咱俩的工具 都快就花了 就月月就不那么紧了 三千块钱 够咱俩生活费 死话一出 直接把老头交了的扣心凉 得亏心脏没毛病 刚才还在天上飘着呢 一下掉下来谁能受得了啊 其实我没有义务帮他还机会 这不正常 得知老头不能替自己还债 大妈立马收起了刚才的温柔 你说老爸你就得拿 你必须得养老爸 那你凭啥给你还钱呢 都我凭啥这么大人 白给他呀 一千五我就嫁给他了 不是白嫁给他呀 你们俩是互相的有这个需求 你俩才在一块的 互相 他帮我帮他 我有机会他得帮我还了 那你要是不帮老伴还 我找你大孩 要说这老太太还真就不是一般人 要是要彩礼 两人要是还了 这钱还得不要回去 要是还了饥荒 这钱铁钉是要不回去了 铁钉是要不回去了 单纯的红娘却那问了 你要是找不着老伴 你这计划咋办啊 那你其实请问 如果你就是一直不找老伴 你这计划你打算咋办呢 我不能不找 说白了就是将卖身进行到底呗 大妈说了 以他这副皮囊 找个老头还饥荒不难 虽然这老送人还不错 谁让他没钱呢 你这心也好事 他没有那些钱呢 你还能要的骨骼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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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能弄到这儿 怎么整 我真舍不得你这个人呐 你俩都舍不得 我还真承承不起来 你俩现在这方面都挺合适的 就差点钱这儿 那差他 不差我 那怎么能是差谁呢 那你看生活费 必须得保障 说一几个必须得 说一几个必须得养我 加汉加汉吃 吃一吞 吃一吃饭吗 你快收洗你那邪药的嘴脸吧 嘴里说着不图显 玩的全是套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